绝剧场 好喝的腊巴粥 滚瓜龙 哪里跑 腊巴粥 香又甜 吉祥如意一整年 哇 爷爷 你这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好吃的 我呀 要做腊巴粥 腊巴粥 是啊 今天是农历十二月初八 腊巴节 每到腊巴节这天呢 人们都要做腊巴粥 哇 我们也要做腊巴粥 好好好 一起做腊巴粥 你们先去洗手 好耶 我这边有大枣 还有核桃 我这边有大米 小米 还有好多不认识的粮食 爷爷 做腊巴粥要用这么多东西啊 是啊 腊巴粥里有好多种粮食 我知道 这些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喝腊巴粥也是为了庆祝他们丰收哦 嘿嘿 开始煮粥哦 腊巴粥 香又甜 吉祥如意一整年 腊巴粥 香又甜 吉祥如意一整年 嘿嘿 接下来就等粥出锅咯 哇 好香啊 爷爷 快给我尝尝 好好好 来来来 我先去开门 腊巴节快乐 是谁啊 山姚爷爷 我给你们送甜甜的腊巴粥来了 这可是用我自己种的米做的哦 谢谢山姚爷爷 我们也做了香喷喷的腊巴粥 你也来尝尝吧 好 好 来来来 尝尝我们的粥 绝对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我的粥也很好喝 又香又甜 哎 我们做的粥才最好吃 先尝尝再说 快尝尝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甜呀 好吃的 好吃的 好吃的说不了话了 好吃的说不了话了 我也尝尝 好咸哪 我好像把盐当成糖了 来来来 喝点我们的粥 可甜了 哎呀 好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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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碗 今天是腊巴节 我祝大家吉祥如意 那 我祝大家喝了腊巴粥能开心快乐 干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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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祝山羊爷爷年年丰收 嘿嘿 还有我 我祝爷爷们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好 好 小朋友 在今天的故事里 我们学习了一个传统节日 腊巴节 人们把农历十二月叫做腊月 腊巴节就是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八 在这一天 人们有喝腊巴粥的传统习俗 小小小的一碗腊巴粥里 有各种各样的粮食 营养又美味 包含着对丰收的美好祝愿 在腊巴节这天 全家人一起喝上一碗香甜的腊巴粥 也能表达对家人健康平安的美好祝福 象征着吉祥如意哦 吉祥档 吉祥闻 吉祥丙 吉祥 translation 吉祥丙